昨天是11月8日,美国规定23家芯片相关行业,交出秘密的最后期限,从9月份到现在,只听到扭扭捏捏的抗一声,没看到有谁真的站出来说不,但我还想着,那么多企业,那么多人,总有那么一两个能站起来反抗一下,但是很可惜,最后所有的人都按要求,在规定时间之前乖乖交出秘密了。 这所谓的26条调查问卷只是第一步,美国人来个投尸问路,结果来得如此容易,掰开美国这种不要脸的强权逻辑和核心问题,那就是美国的芯片行业已经开始落后了,再也没有当年可以吊打全球的力量了。 美国急眼了,于是抽出大棒,准备来个重整河山。 你看,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虚弱的美国,这种虚弱,几乎所有围观者都能很清楚的看到。 所以接下来的戏码肯定是打两棍子,再给个早吃。 打是打现在这些芯片产业链上的大佬,早是给那些下游用户们。 芯片暴涨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现实问题,所以为啥芯片长那么猛。 那么快呢?问问铁矿石。 东力煤为啥暴涨吧? 当供应链受到一点刺激,资本发现其中有利可图,必然设法联合起来哄抬价格。 制造厂对于这种暴涨带来的好行情肯定是支持的。 这不难理解吧? 于是所有供需信息都在传导过程中被扭曲。 供应链里下游企业们都开始恐慌式的囤积。 这一下子就把需求失衡给放大了。 于是芯片都在暴涨。 几乎成了理财产品。 这就让中间环节更愿意参与炒作囤积了。 于是全球芯片制造业加加产能打满。 大把赚钱。 而市场上还是因为缺少芯片而无法生产。 美国高调介入有用吗? 我看用处很大。 因为芯片跟石油一样。 主要都是用美元在交易的。 用美元交易就逃不过美元结算体系。 你要说这种全球性的囤积巨奇。 没有美国资本在里面捣翅。 打死我都不信。 但折腾到现在。 该赚的钱都已经赚到了。 那么就该第二部计划展开了。 就像索罗斯。 跑去对着目标国家一顿操作。 然后IMF就会摆出一副悲天敏人的面孔过去救援。 往往被救援亏得比贝格韭菜还厉害。 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? 今年四月份。 白宫开了个芯片大会。 拜登给美国的芯片行业开出了500亿美元的支票。 给钱之前全球芯片行业就已经闹了很久的短缺了。 你,看这个局已经布置好久了。 就等着时机一到。 就开始发动了。 到时候那些美国吵架放出手上的货。 国际上的芯片供应突然变得充裕。 你觉得供应链下面的那些企业真的会痛恨美国吗? 说不定到时候好多声音跳出来。 跪下美国警察维护了世界芯片贸易的正常秩序。 然后这种维持就可以顺理成章的。 变成了一种默认的规矩。 大家老老实实的照听照做就好了。 你看美国人搞来搞去。 搞出这么多花样。 你以为他们想对付谁? 除了中国的芯片企业。 家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听话声脖子。 韩国有美国的驻军。 台湾省的台积电老板张忠某本来就是美国人。 最大的股东也是美国机构。 再加上弯弯伪政府跟美国之间那些不好说的勾当。 您,这说美国只有芯片制造产能的12%。 但加上韩国和台湾省。 到底有多少? 就像以前经营的铁桶一样的第一岛链有可能被拿下。 这次让美国动为让三星台积电帮回美利坚的心思。 当然加七加八的还有好多考量吧。 谁知道呢? 有好多人就会因此很天真的说。 这不就是利好中国芯片行业吗? 如果从长期看。 当然都是利好。 在一个上升期的国家里。 重点制造行业永远都是持续利好。 这是从战略上讲。 到了具体的战术。 你以为美国人会干吗? 肯定是妄图用市场的手段。 来打压孱弱的中国芯片行业。 把小弟们先集中起来。 倾销一把。 拿高高端出货架。 反正咱们做不出来。 压低我们做得出的产品的市场价格。 大家比谁能扛。 如果拜登的500亿美元里包括这种支持呢? 如果这500亿不够。 后面再追加来打压呢? 芯片是非常重资产的一个产业。 又因为中国芯片行业到现在还处于被卡脖子的状态。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定价权。 结果就是一旦敌人发动一波波的市场袭击。 咱们只能被动防御。 还只能拼协调厚不厚。 讲控碳排放。 那就是电能越来越多的取代传统能源。 这就导致各种集成电路的应用会越来越多。 美国又不傻。 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已经很多年了。 看到情势逆转。 在芯片上行动起来很正常。 接下来韩国的半导体企业还有可能继续在本土生产。 但台积电多半会被胡伦打包搬到美国。 这也由不得岛上的人同意不同意。 美国绝对不会让这部分产能落到中国手上。 我一向看不起金融行业的那帮人的做派。 简直都成了自带干粮的美分了。 机构们一定会很听话的跟着美利坚的鞭子起舞。 一起砸半导体企业的票。 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没那么快。 但肯定会来的。 看看最近有些半导体的票动不动就大跌。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 美国人让芯片企业交出数据,绝对只是个开头。 往后的手段会越来越多。 目标只有一个。 发展中的中国芯片制造业。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。 台积电是被迫自愿提交数据了。 据彭博社报道。 台积电发言人在昨天声称。 台积电已经回应了美国提供供应链信息的要求。 所谓的回应。 其实就是数据交了。 包含三份档案。 一份是公开表格。 还有两份是包含商业机密的非公开档案。 台积电自称。 提交的文件中。 没有披露任何客户的信息。 这也就只有台积电自己相信。 放在外面。 傻子都不信。 更可笑的是。 台积电发言人高梦华称。 台积电将一如既往的保护客户的机密。 这不是保护客户的机密。 这是把客户当傻子。 订单信息都交给美国了。 如果这都算保护客户信息的话。 那客户还有机密可言吗? 面对美国的霸道是恶索。 台积电只是简单的做了口头上的抵抗。 台积电曾信誓旦旦的称。 不会把数据交给美国。 可真正面临美国的威压之后。 台积电不愿做美国刀下的第二个华为。 美国一下令。 台积电的膝盖骨就发软。 就不可控制的跪下了。 我之前就说过。 美国要的不只是台积电、三星等公司的订单数据。 美国真正要的是芯片产能。 在全球缺芯的大背景下。 谁能获得更多的芯片产能。 谁就能更快、更稳定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。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华为。 台积电把华为的芯片产能掐断。 华为5G就断了根。 台积电把空出来的产能全部划转给苹果。 苹果公司则迅速重回全球第二。 股价暴涨三倍。 利润在创历史新高。 芯片产能给谁? 谁就能在高科技产业中掌握更优先的发展权。 表面上,台积电提交的是客户订单信息。 可在深层次,台积电是把大陆高科技产业给出卖了。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逼台积电交出芯片的订单数据? 其直接原因就是, 美国的汽车产业因为缺芯而出现了大溃败。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, 中国前十大汽车企业累计出口汽车122万辆, 占汽车总出口量的89.6%。 预计2021年, 中国汽车出口量将创造历史新高。 为什么中国汽车出口量会暴增? 一个重大原因就是, 海外汽车厂缺芯减产, 加上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大爆发。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, 上汽新能源和特斯拉就承担了排投兵的作用。 为什么国内汽车厂商不缺芯呢? 其实中国汽车厂商也缺芯, 只是相对没那么缺。 一方面是, 中国汽车芯片自主量产能力较强。 另一方面是, 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布局多年, 开始在弯道发力。 一边是中国汽车出口量的翻倍增长, 一边是美国汽车产量的大跌。 汽车产业不仅关系到GDP, 更是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。 美国岂能做事汽车企业, 因缺薪而停产减产。 勒令台积电三星提交订单数据。 只是美国政府的第一步。 美国真正想要的是, 让台积电三星去美国建造更多的芯片工厂。 把芯片产能留在美。